经过不懈努力 吸得土盾术的竹笋 在实战中表现如何呢 竹笋 白卡 阳光消耗175 冷却时间5秒 一旦有僵尸 出现在前方4格内 竹笋便会潜伏于地下 在地面上来回钻出 用头上的尖刺攻击 基础伤害为15 非常刮杀 这个时候 用来杀杀僵尸机 还是可以的 作为矮个子植物 竹笋虽然不能被僵尸吃掉 但是能被一些特殊攻击消灭 老爹的电磁炮 巨人的锤鸡 全明星僵尸的冲刺 滚筒僵尸的滚筒等等 另外还可以通过 竹小弟将僵尸顶退 在竹笋上方 制造出啃咬动作 来吃掉竹笋 两阶 超级钻头 坚硬的竹笋破土而出 有5%的概率 击退所有僵尸 包括巨人这种大体型僵尸 都是可以直接击退至末尾 三阶 地质研究 竹笋对地质深入研究 能快速找到地面的薄弱点 有10%的概率 击退所有僵尸 四阶 四阶 种植55%概率释放大招 最有特色的 还是竹笋大招 能够召唤出 四个大竹笋攻击 如果大招伤害 足以击杀被攻击的僵尸 则会有击飞的特效 装扮效果 召唤出六个大竹笋攻击 关于竹笋种植区域 作为地下植物 不能种在海盗港湾的甲板上 也不能直接种在连夜上 不能种植在狂野西部的矿车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